我们中国的软件Timer这两年在美国上市以来可是横扫了苹果下载应用商店的防守 特别的受欢迎 这个Timer干嘛的呀 主要是卖我们中国的小商品进口到美国 是搞这个跨境电商的 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受欢迎 就连我们家这个邻居70岁老太太他在问我 这个Timer你听说过吗 我这个上面买东西又划算 而且质量还特别好 这两年我在美国的朋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本地人 他们都在Timer上买东西 美国人也一样是图便宜 当然我在这不是想大吹特吹我们中国知道有多牛 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只是想聊一聊我看到的问题 Timer大家知道他姓什么吗 他的母公司是谁吗 就是姓拼名多多是他们家的 在多多家的财报里面 Timer的盈利可是占他们家的主要部分 但是Timer现在可是出现了大问题 其实Time的问题就是多多家他们的本质的问题 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股价下跌三分之一 跌破了一百元大关 大家知道什么问题吗 多多家总是助力砍一刀 价格已经打到了谷底了 真的是消费者买的特别爽 但是受害的是小商家 他不断的是靠低价低价再低价来吸引消费者 但是小商家的利益已经被榨干了 小商家现在已经是寻起反抗了 平台牺牲的是小商家的利益 就在一两个月之前 Time他们的中国小商家大概有一百多位 聚集在多多家广东的总部 他们不是送锦旗的 他们可是闹事的反抗的 这些海外电商为什么这么生气 那还不是因为平台一直是在牺牲小商家的利益 在不断的压价吗 而且这些商品的价格呀 不是这些小商家说了算 是平台说了算 这些小商家想要有爆款 想要有流量 那就得跟这个平台切协议 流量有了 但是也不是白给你的 你得付出代价 那就是这个价格得要极低 最后这个价格是越来越低 低到赔钱干 流量是越来越难拿 平台还升级了玩法 有一个价格排行榜 每一周都给你排一个队 如果有三天 你的价格没有达标 那么就取消你这个商铺的流量的权益 就没有流量了 这还没完 平台又升级了玩法 要签一个协议 平台有权利自动降价 一天能够降价15% 你说这小商家能受得了吗 这些都是毛毛雨了 最让小商家破房的就是紧退款 相当于宁愿够了 把东西买到家来 你不喜欢来 可以 这个商品不退 但是呢 要求商家退钱 并且平台还要给商家罚款 你说这商家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肯定受不了了 有的小商家被罚了几万几十万 甚至还有几百万的 难道这成了多多家的盈利模式了吗 所以就像我前面说的 在一两个月之前 这些海外电商的小商家 都跑到他们的广东总部闹事去了 甚至有一大群人 去多多家的自营商店 去密集的购买好多东西 然后又迅速的紧退款 让他们自己尝尝 这紧退款是什么滋味 你极限压榨小商家 最后人家不跟你玩了 多多的二季度财报显示 他的广告收入的增幅下降了一半 这广告收入是啥 就是人家买流量的钱 人家小商家都不跟你玩了 所以多多家的高管说了 要牺牲短期利益 长期利益也一样 要放慢节奏 此话一出 他的股价大降了三分之一 平台也终于意识到了 靠压榨中小商家的模式 必须要改 我们中国制造杨帆出海 靠的不是这些低价 低价再低价 而是靠我们品牌的实力 和科技的含量 说到底 还是我们的产品要硬 最近很多朋友还在问我 关于做海外电商的事 都想把我们中国制造的东西 扬帆出海 这真的是挺好的想法 但是有好多 现实上的操作的问题 比如说清关问题 其实大培养家早就动手了 最近的这些海外电商的 这些路关 很大的问题都卡在那 他们就控制你 不让你把这个做起来 其实他们上面早就盯上了 点个关注 带大家了解美国 认识世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